看我今天穿成这样 就需要来搭配它的 Honor Magic 5 Pro出了新颜色 绝美的浪漫紫色 直接送上30秒的手机close up 我要来读你们 Honor Magic 5 Pro的紫色 很多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Honor Magic 5 Pro的紫色 它是很浅的紫色 它不是我身上这种矮刮紫色 它是很浪漫 很温柔 若饮若鲜 淡淡的一个紫色 而且还配上这个素皮的很高级 我觉得它蛮容易搭配的 它配白色也可以 配蓝色也可以 我觉得就连男生拿 都不会隔 价钱 那这个紫色版到底有没有卖比较贵 答案是没有的 而且还要更便宜 它的原价是4,299 那因为配合国庆日 它们现在扣300块 这个绝美紫色 只要3999就买到了 那如果是Nagic 5的话 就扣500块 所以现在2,999块就买到 只限8月25到9月17这个期间 所以你们要买的话就快一点 那颜色看完了啦 这个时候应该很多人就会问 诶 美爆吗 好不好用叻 好不好用叻 可以看我之前影片 我拍过很多了的 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 我用了它60天之后的 心得分享 不是这个啦 我是讲青色版本 反正就是一句话 生活变方便了 首先这一点 带它出门 POW BANG可以丢了 大电池真的不是开玩笑 很大电 我出门一整天没有charge过电啊 Facebook啊 小红书 拍照上IG可能玩一下 Monopoly过 到晚上10点啊 居然还有40% 充电池 那个心里面踏实的安全感 男朋友都给不到啊 你不会一直想着 哎 又没有电了 第二点 去到哪里都有LINE 之前我有拍过一集哦 就是专门讲信号这个东西 那时候我就有拿一些手机 去做测试 我只能讲哦 HONOR MAGIC 5 PRO的 是我用过这样多手机里面 信号最好的 他们独家的通信增强芯片 C1是有点好料的 我在信号很差的地方 比如停车场啊 立法郊外啊 只要不是完全没有信号 剩下一格信号都好啦 它都可以正常打电话上网 和别的手机对比 日常用起来 你是真的feel到那个差别的 第三 我最爱的鹰眼抓拍 我自从用过鹰眼抓拍 这个功能之后哦 我用别的手机哦 只要拍照慢一点 然后我现在都会break check 鹰眼抓拍好用啊 哪来拍一直动的人啊 或者是动物啊 你按一下 就算那个人动到乱啊 你照片出来都是清楚的 如果照片也很快 一秒一张 一秒一张 而且开了AI抓拍之后 就算我没有按到啦 它会自动保拍 简直不要太贴心 第四点 屏幕 这一点哦 可能你们是比较feel 不太出来差别的 但是它真的会保护到你们的眼睛 6.81寸 LTPO OLED的四驱眠屏 整个握起来就很舒服咯 屏幕看脚也不累啦 因为还有那个2160PWM调光 YYDS的 晚上还有Circadia night display模式 它是从傍晚开始慢慢变黄 很自然 不会被发现的 你的眼睛负担就没有这样大咯 亮度的话也是高的 1800Nits 像现在中午30度的大太阳 在外面用屏幕显示 不清楚了我 最后我给你们一次过看两个颜色 青色跟紫色的颜色区别 一个是亮面的 一个是素皮的 有没有觉得素皮的很高级 你加哪一个 一盘再加 入来桑 OK 反正这几个就是我用了60天走 比较明显feel得到的一些好处啦 所以我开头有讲哦 生活变方便了 它的好多功能都是属于 默默付出 静悄悄的一个存在 然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 改善你的一些使用体验 然后until one day 你突然换去别的手机好 你就会觉得 诶什么这拱人没有了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